近日,浙江嘉兴的大三学生小西化名,和朋友参加了一场陌生人的婚礼,起因是他想去吃席,而新娘正好也需要人称场面。 他称,婚礼现场的氛围很好,自己和朋友坐在桌边,有些忐忑又很为这对新人感动。 两人各随了一百元的分子钱,遭到部分网友质疑,认为他们随的钱太少。 对此,小西表示,这是因为两人是学生,拿不出太多钱,但又不好意思不给,且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,风俗不同。 有质疑也可以理解,9月18日,小西称,近一个月前,她突然萌生了去吃席的想法。 和朋友聊过后,两人在交易平台上挂了一个链接,询问有没有可以蹭的酒席。 9月13日,一位新娘告诉她,三天后自己即将举办婚礼,原定的一些朋友没办法到场,想补充点人气。 小西没想到一时兴起的想法能够实现,特别激动,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。 小西称,她和朋友都不太了解本地的礼金习俗,但又不希望吃白食,因此向新娘询问了相关问题。 两人的聊天记录中,对方表示,不需要给礼金,我也不收礼金什么的,就是那桌定了,放着也空。 小西表示,自己并不是一个特别擅长社交的人,之前的大学生活中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,这是一段非常难忘和奇妙的经历,我会一直记住。